HELLO 大家好 見到港股今早先跌後靠穩 一度升過百點 半日暫時守住27,000 見到恒指今早低開125點 已經見到半日的低位 之後反覆向上 最多升過125點 高見27,131點 但之後升幅逐漸收窄 去到只有幾十點 見到半日成交那邊就有447億 恒指中午收市只升到16點 收報27,021點 至於國指中午收市是升到34點 收報10648點 立即請來今日的嘉賓 黃耀忠Andy和我們一齊談談 Hello Andy 你好 你好 早安 見到美國向加拿大爭取引渡華為首席財務長 曼曼洲 令市場擔心中美關係 之前金融時報報道 中美在強制技術轉讓等議題上有分歧 所以取消了今個星期 美國貿易代表和中國副部級官員會談 不過白宮經濟顧問傅德樂否認這件事 就說中美雙方從來都沒有安排過工作會議 又說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就會照計劃在今個月底繼續訪美 之前市場對於中美貿易談判很樂觀 但現在好像憂慮有少少重現 大使今早早雖然撐得住 但後市走勢是否要小心一點 其實有幾件事要看 首先中美貿易雙方會談方面 我相信就算如果你說拉長一點去看 你要分開究竟它是純粹說整體的貿易關稅 會不會再惡化下去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知識產權方面的商討 在關稅上會不會再惡化呢 我覺得是會樂觀的 即是說應該不會再惡化下去 應該是有事談得成 例如可能中國會繼續去買多些美國不同的貨品 令到盡量貿易的差額可以拉近 所以曾經有些人在憧憬 究竟中國會不會向美國買石油 因為例如美國自己已經是石油的出口國可以做到 然後紐約其油其實比布蘭特其油便宜 其實好像雙方可以做到雙贏的局面 但是你說如果市場有時很喜歡集中去說知識產權 科技上面這個層面 我覺得兩國就比較難達到一些短期內的共識 因為其實反而這個才是大家最著眼點 特別是美國最不想讓中國拿到太多優勢的地方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這樣細分這兩個去看法 但是整體來說我自己就會覺得既然中國的市場大部分都不只是靠科技股 其實上年跌得多的都很多是跟工業相關 或者經濟下限 所以其實只要關稅不惡化 其實會見到有一個盈利收復或者叫股值收復這個概念 其實都已經可以推升到股市的 講講中長線的看法 但是看短一點 其實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恆生指數其實是叫做試過12月之後的一個高位 如果在一個技術走勢的形態裡面 一個中線的角度是一個叫做 終於出現了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而不只是說11月和1月初做了一個雙底這麼簡單 因為通常指數碰過 如果大家看回去年1月之後 其實恆生指數是沒有試過一浪高於一浪 這個會比起很多投資者可能做了一個叫做signal 就是告訴大家 中線看來股市真的想嘗試做一個大型底的格局 可能中線這些淡油會收一收兵的 短線方面呢 短線我覺得下行壓力是開始大了的 特別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最近的股市是憧憬了很多好消息 那會不會到時好消息出貨呢 特別是臨近新年 農曆新年還有幾個交易的就到了 其實有少少這樣的獲利回套都不出為奇的 我自己會這樣看 如果短線上網有機會 透過氣氛好一點點 還有可能借些勢殺了一些熊仔 就大概27,600 但是我自己我覺得安全一點 就不如等恆生指數回到大概100天線 然後到時真的站得穩 才再去買一些權重股 好啊 那大家先看著100天線 好啊 那我們說完大市 不如馬上看看 今天表現好標青的中資電信股 因為見到很多觀眾都問 728、941、788 因為見到今早早 中資電信股都非常做得好 中電信就升超過4%去收市 就創了2015年8月以來的新高 半天就收報4.34 至於聯通都升到超過3% 而中國鐵塔就繼續創了上市新高 高位見過1.71 這樣比招股價1.26 就升超過3.5% Eddie 之前見到內地政府提倡提速降費 電信箱都要減價 但似乎都薄利多銷 特勤調查就見到 去年中國10G以上的流量用戶佔比 就由2017年時候的8% 大幅提升到42% 而且現在又說 今年加快5G相用化 可否令到用戶數據量增加呢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我覺得用戶的數據量是會增加的 但其實就未必這麼快 說會關於5G那樣東西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說中資電信股 就是那三大 其實由去年開始 都已經明顯見到 是叫做盈利見了底的 就是之前放緩的跡象是見了底 所以其實市場是開始資金進回去的 當然你說如果過去三個月左右 就當然會有些叫做炒5G的概念 我會想在這裏提一提的 通常炒5G的概念 你要分三類 一類的就是剛才說的中資電信股 是的 然後另外一些就是設備股 就是好像788 這些鐵塔或者經訊 就是2342這些 而最後一批就會是一些叫做5G的 就是可能是手機類的股份 或者應用的 或者可能遲些 不知道會有些什麼 密聯網的設備商 那些會是最後一個梯隊來的 現在很明顯見到 資金是先走了好像788這些設備的 第二梯隊先會到中資電信 第三才會去到手機設備 但是在這三者裏面 我自己說 我未必會選中資電信股 其中一個原因 既然有三個梯隊 我應該會只是玩第一個梯隊 玩第三個梯隊 已經可以吃了整個週期 但是中資電信股我怕最大的憂慮 就是會不會遲些 突然間那個政策說 是的 我們國家是非常著重5G 但是仍然都是未必會給你去 就是那個費用 不可以讓你提升太多的 這樣對於他們來說 成本就會很大 因為其實他們要投放很多資源 但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既然是不是都有人投放資源 設備股當然是會先受惠 所以你看到788 由一個一號多已經炒了上來 但是我會提一件事 其實預測市盈率 中國鐵塔已經去到90倍PE 這個是非常之高的水平 而通常去到這麼高的水平 有一點點像短線的 短線的一個泡沫的風險 原來越高 甚至我自己管的倉者 之前都有一些788相關的 無論你說股份或者衍生工具 其實今天我已經準備 叫做分批食糊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風險 如果5GD的概念慢慢成熟之後 大家就可以去開始留意第三梯隊 例如說 有哪些手機設備股 是可以吃到這個概念 好啊 如果手機設備股那邊 其實有哪些你覺得可以留意的呢 如果真的要選擇 我猜在香港上市的 大家都會去想到763線 是的 未必關於鏡頭的那些事 始終763會比較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等 可能真的你現在看到 齊八八終於沒得再炒 那一刻資金 你才會慢慢轉換到763 好啊 但是有很多觀眾 都繼續想看回 中資電訊股究竟現在的部署是怎樣 看到當中Coco Wong 就想問回7200 因為見到他今天租升了這麼多 那他就說 用不用沽 還有可以上網多少 還有Sophia Wong 也想問回941中2 他就說可以升到哪一個位 對 OK 那其實先達到200千 其實中電訊 我自己一向看 通常的目標價大概可以去到4.8 就是在說今次的一個炒狀 特別是 其實今天的資金面 或者技術面 其實都頗有動 應該可以 找到剛剛早期的訂購 所以其實C4 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的 但是你說如果941 我覺得 之前大家的市場 已經有很大的憧憬 如果短線 你說可不可以上到85元 我覺得已經是幾 可以吸引一個可以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 利益的水平 嗯 但是剛才Andy 你也提到 可能炒完一些的第二批之後 可能就會看回第三批隊 說的是一些手機設備相關的股份 但是當中你就說 香港可能都是只看回763 但是現在華為事件 還未解決到 其實會不會763之前 都一直受著中美貿易戰 其實都是一個封眼 那會不會 其實都怕會有些影響呢 對於763 絕對有這些憂慮的 剛才你說的那些風險 也是所在 但是好消息就是 既然剛才我也是說第三批隊 現在這一刻 看來未那麼快有炒作 因為你看到七八八那些 都還是有一個這樣的聲勢 資金應該未那麼快要去換馬下去 所以剛才這個是比較中小的想法 我相信到資金狠去炒下去 例如763那些 可能其實華為那件事 都應該已經可以叫做明朗化 已經知道大概的結果是如何 好啊 但是 簡單來說就是不用那麼急著 馬上追進去 對 可能都是先偷著 看著事情發展 但是借七八八又怎樣呢 因為看到其實有觀眾很多都還想著 現價可否追 和上網有多少 即有觀眾想問目標可否看兩元 其實正如剛才提到 如果你說以基本面去到兩元 我相信那個P已經是非常之高的了 現在我會說一個最簡單的一個策略 一定是不斷推資金上去的 如果你是很短線 你沒有貨的 你又想接駁的 曾經今天即時 大概一個六號七一個六號八 是爭持過 你看看會不會在那些位置 有機會可以再進回 是的 但是正如我說推子站的話 如果我見到一個六號七 穿了下去 我相信大概一個五號八 就會是很明顯有一個短線 一個獲利的壓力在那裡 是的 上網我自己 其實今天到了我們原本 今年的目標價 其實我們今年的目標價 是一個六號半 是的 現在如果要強行再推上去 就是強行要給你一個目標價 我自己去看技術分析 我預測的價 大概一個八號四左右 好啊 我們看完一些5G相關股份 不如就順便看一些科技相關的股份 看到有很多觀眾都在問 只有700 看到當中 Labsim Ho說 就想問Andy 你這700 現在還可不可以買呢 至於Micro Ho說 在340元 就有兩手在 那現在究竟 混不混貨呢 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其實騰訊始終都是恒指的其中一隻很大的權重股 正如剛才提到恒指應該短線開設的下行壓力比較大 我覺得也可以不用那麼急著 如果你說還沒買騰訊的 我覺得可以等它試回大概320元左右才去進去 但是整體來說 這隻會是其中一隻 剛才提到 如果我要是極權重股 這隻是我會看好的 因為我覺得市場上面 不只是在炒一個手遊業務 即是說會有遊戲再審批出來 另外我覺得最近看到大家 對於其他業務發展有一定的衝擊 我覺得短線320元買 中線其實我仍然在看今年的目標 大概385元左右 385元 好 我們說完7000 不如就順便用少許時間 看一看1896貓眼娛樂 因為看到它今天就開始招股 而騰訊有份投資的這隻股份 就計劃發售1億3200萬股 多中一成是本港公開發售 集資淨額就介乎18億2400萬至25億4200萬 每股招股價就介乎14.8至20.4 以每股200股來計 入場費大約是4121元 股份在1月28日中午截至招股 預計2月4日掛牌 集資所得將會用於提升綜合平台的實力 研發和技術的基建 還有拓展業務營運 Andy看到貓眼娛樂 引入了五個基礎投資者 當中包括小米 Imax中國和華洋亂眾等等 合共認購大約3千萬美元的股份 但之前有傳貓眼娛樂 集資淨額達到78億 但現在大減只剩下20多億 你怎麼看這隻新股的前景 你抽不抽得過 我自己對它的前景有一定的保留 一來其實它的盈利方面 就好像未去到那麼吸引 究竟它的賺錢能力是如何 大家是應該要去考慮的 因為最近我不是很肯定 市場會將這隻股份的定位 會當是新經濟類型還是怎樣 還有你說如果 你當它消費類的 好像都是高檔消費 好像現在的市場氣氛 不是太遷就這些股份 即是長線持有的話 但是整體來說 還有剛才有個憂慮 就是究竟它的護城河做得好不好 因為其實如果在這類型 如果我當它叫做新經濟類型 其實如果你的護城河不是太強的 其實很容易叫做上完市 然後就會被人壓下來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中長線的看法 但是短線趁這段時間 叫做氣氛 就是叫做相對 股市氣氛好一點點 我覺得是可以叫做 純粹去搏一下這些供求面 就是短線的一些供求面 我覺得是可以用來炒一炒 好啊 那我們就看完新股之後 我們不如就立即看完 這隻小米 因為見到剛才也提過 當中它都是這隻貓眼娛樂的基石投資者 有觀眾幾方 都想問一下小米的部署 它就說現在現價可不可以追呢 見到其實今天就微微偏遠 都幾反覆的走勢 現在就在9.99左右 那Andy現價其實這隻小米 還值不值得去入呢 如果你是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 我覺得暫時你寧願引一引手 包括我自己也引一引手 因為我自己就 我都說中線我一定會留意著這隻小米的 但是這段時間 我一定會不差再等它可能 估計 應該可能第一季尾會出業績 那我等它那個業績 我才再去衡量 因為這段時間你見到 大概10元邊附近 開始有這樣的承托 其實都是靠回購 但是大家又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臨出業之前大概一個月左右 其實已經是開始回購 是要停的了 那會不會到時 到時有 剛好如果可能預證的氣氛差少 就是市場氣氛差少 又再被人壓個股價下去呢 那這個就會變成 我覺得中線是不是這一刻 值得去考慮的時候的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短炒 就是短炒的話 我自己覺得 你可能可以博一下 大概6毫子的空間 你就會變成做一些 可能用一些衍生工具做一些短炒 好啊 那大家都要留意回購 在業績之前 可能會要暫停的這個因素先 那今天就很多謝Andy 跟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問題 跟你談到這裡先 想問你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沒有持有的 謝謝Andy 亦都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和你們的問題 我和大家看回現在 恆子開了試之後的表現 見到現在暫時 恆子都未被偏遠跌 大約是10點左右 就在26,990點左右的水平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下午4點晚的收視有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